马华全国造势大会第四站 星期一晚上来到金宝新街场保访举行 吸引三千人复位 马华副总会长都李志亮 在给力马华团结华社大集会 抛击前首相敦马哈迪排斥中国资金的立场 领土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 特别是商业上、投资上要拆 以至签许约的东海岸的铁牢等等 要减少中国或者与中国的关系、天结 大家都知道 马哈爹以前向东学习是谈向哪个国家 李志亮也公开赞扬矿业大亨兼前任金宝国会议员丹斯里邱斯东 当年捐出地皮设立拉曼大学总校 让金宝重拾生命力 当三兵硬аж建签在自己的地 带入马华、带入拉曼大学 到金宝国会议员丹斯里 unas尊于 再在2000年初 马华带入拉曼大学 到金宝国会议员丹斯里德匈里 再次地推动金宝国会议员丹斯里半时 马外兵州联委会主席陈德卿也难吓到霹雳 把布满槟城州政府的各种课题搬到台上 还笑称兵州首长林冠英最近还拍了电影《别问》 现场哄堂大笑 凡是人家奔海底隧道你别问 我们中国那边有一代宗师也问 冰城有一代宗师叫别问 什么你都别不问 你奔你就不是人 你奔你就要破坏他海底隧道 苏立中外长叫他辩论他不敢辩论 找出一大堆理由他不是不敢辩论 他叫你别问 因为他无从回答 里头舞弊烂钱贪如做得太可怕 马华匹立州联委会主席拿督马汉顺 到现场为李智亮团队背书 要经保选民把李智亮 吴伟豪和张文祥送进国州议会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觉得说同胞们要选择就非常的简单了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再次的伤私 为什么呢 我想我们要选一个领导人 最主要的几点就是连结 真诚实干 那在这里我敢说 在我们面前的李智亮 就拥有这些条件了 更何况 他是道道地地的金宝人 是吗 所以啊 我说要做选择的话 在这里非常非常的简单 非常非常的容易 那就是不需要再三的思考 就给李智亮一票 泡新闻 朱惠敏报道